網路上大家都有聽過很多說 我們在台北新北做套房 要取得一個叫做直下層同意 那如果下面不簽呢 我跟你講下面不簽才是正常 大家好我是設計師豪哥 那我們今天千里迢迢來到台北 今天的節目跟大家聊聊 什麼是合法的隔間套房 一般我們聽到隔套房 很多人都很排斥說 那個就是違法的啊 頂家什麼有沒有亂七八糟的 那什麼是合法的隔間套房 今天我們請到 富品創意室內設計的小林 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先問問看 富品創意是什麼樣的一個室內設計公司 我們是從2016年就成立 那1718年開始呢 就大量的在幫台北新北 做隔間套房的試裝送件 隔間套房的裝修 隔間套房發包 一直到最後整個完成 然後還有做代注代管 都在台北新北 一條龍服務 沒錯 就是等著六個月之後就開始收錢了 他就不用煩什麼 他要自己處理 收租的客人設計 然後裝修的部分 這個就階段性的 一步一步跟他同步 然後教育就做完 前面其實有很多的規則 剛好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紹 一般來講啊 如果在室內設計要隔間套房的話 其實是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 對我們房子喔 其實原本住家 如果你要去中房 譬如說天花板全部換掉 地板全部換掉 廁所移位 本來就要做試裝申請 隔間套房只是某一種試裝而已 所以一樣 我們就根據建築法規做試裝申請 但是因為我們是在台北新北 所以還比較不一樣 有一個叫做簡易室內裝修 根據這個原則來申請的話 就會有一個施工許可證 就是圖面我過關了 就有施工許可證 那圖面過關呢 有許可證 我就可以開工 我就拜地基主 然後我就根據這個圖面 現場開始施工 施工三四個月之後 正式完工 我就再去報請說 申請駿工合格證 駿工合格證就是兩段 到時候就是會書面審查 我自己所有的東西啊 都要備齊文件 包括拍照 包括 所有的材料證明文件 用電安全檢驗證明 報請主管機關去申請 那台北市就建管處 新北市就公務局 不同地方啊 新北市有新北市 台北市有台北市 但是他們名稱不一樣 因為他們用公務局來管理 但是法令都差不多 一般公務局是在建管下面 因為新北市公務局大了 好像每一個縣市有沒有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法條 叫做直屬下層租屋同意屬 有一個規範 在台北叫什麼啊 網路上大家都有聽過很多說 我們在台北新北做套房 要取得一個叫做直下層同意屬 其實它的來源是因為 當初台北新北 因為有很多亂隔的啦 沒有申請就亂隔的啦 台北新北二十幾年前 人家來念建宗 家裡面就隔一隔租給他了啦 還有外縣市 其實都這樣 其實亂隔了很多 然後又有公安問題 他們政府就開始規範 我們這些裝修廠商規範房東 後來呢 就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多間套房審查條例 現在法規已經很多了 所以說有一個建築法 要簡樁申請 再加上多間套房審查條例 多間套房審查條例裡面 其中一條 你要背起直下層同意書 因為我要新增廁所 因為我現在喔 原本的廁所這裡可能有兩間 那這樣的話 我要新增再兩間 含以上 我就要取得直下層同意書 阿如果一間呢 欸 不用 一間不用 所以你在台北你要做這個案件 你也可以增加一間 就不用直下層同意書 但是還是要送許可 一樣許可跟合格都要送 只是差別在於 如果我加了兩間廁所 對 含以上 就是要下面同意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原本這一間 如果說它是兩間廁所 我現在加一間不用同意 30坪的房子 我現在就有三間廁所 可以拿來做出租 所以我三間廁所 就可以拼裝啦 做三個一房一廳 可以做一個兩房一廳 加兩個套房 因為我們還是要把這一整個 30坪的坪效把它用盡 用完的時候 也不能夠說都把它做得很大間 套房裡面還是有設備 有的時候人家就想要兩房 有一點隔絕感 你會收到不同的房客 其實也比較好租啦 因為你有三種產品嘛 那如果下面不簽呢 我跟你講下面不簽才是正常 很多案件下面都不簽 八九成都下面不簽啦 八九成 那你們怎麼活啊 哎 其實我跟你講 很多的房東 就是不太了解法規嘛 他就會跟我們諮詢 我們每個月還要開說明會 或者我們會跟仲介合作 開說明會 他們的仲介店頭 跟這些房東講 然後講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會提到同意書 跟這個規範 所以他已經符合這個規範 然後沒有什麼違建 或者是違建願意解決 又有同意書 這個案件我們就可以開始設計了 所以是客戶要自己去找 樓下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公司是裝修公司啦 房間也有一些工程顧問公司 會幫業主去談 但是 我們都是盡量只做 裝修的事情就好 他簽啦 可是其實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去談同意書這件事情 其實 不管樓上樓下鄰居啦 都會比較想要看到屋主啦 因為我們這種裝修公司做完之後 人家也不知道我們有做代租館啦 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人就離開了 以後不知道找誰負責 你一樣有持有這個房子 你跟我有所有權的關係 你是上下鄰居 我會覺得說你跟我對等 所以他們都還是希望屋主去談 其實拿出誠意談的話 還是有一些成功率啦 不是說完全不行 誒 拿出誠意是什麼意思啦 拿出誠意談聽起來好像要送禮盒啦 貼紮辦公 很包啦 包起來這樣 我跟你講其實真的就是說 台灣人其實很善良 真的全部都不吃這一套 我簡單講 真的都不 你拿一個禮盒喔 然後他說 我買買買買買 台灣人很抱歉 我快去嚇死 他覺得說 你現在是不是要搞我什麼東西 就不讓你進門 坦白說 你就好好跟他講說 我要裝修啦 所以我裝修項目是這個 然後要符合這個法規 通通通給他看 所以呢 裡面就有一條多間套房 審查條例要求說 要成同意書 這個結構上 因為有建築師簽證嘛 所以以後也比較安全 我們是做合法套房 其實有好多要求 譬如說 結構都完全不能夠動 然後又要建築師簽證 然後呢 要消防計時簽證 他有消防的 譬如說 耐燃一級的防火建材 有座 都比沒座好很多啦 只要鄰居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會簽 只是這個溝通漫長 我覺得好像 你有建築師一個簽證 像建築師鬼書啊 就算很安全的 不像那種 我來的黑白粉 黑白粉 所以如果說 真的要分享小技巧的話 就是前面 先跟這個鄰居 協商到這個部分 然後也跟鄰居 希望他可以先簽 那以後呢 你會同步這個訊息 同步什麼訊息 譬如說 我們流程走到哪裡 我工程走到哪裡 然後我以後 申請到的文件 我可以秀給他看 讓他安心就對了 對 我們還有遇過就是說 樓下鄰居 也要喬 譬如說樓下鄰居 會說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個生命廳 你上頭 糞管不要走過去 我們有這樣子去調 換廁所都有 所以其實 有溝通在前面都OK啦 這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我覺得直到城同一住 反而是一個 跟鄰居溝通的手段 不見得把他像到阻礙一樣 不然你想 我想問一問 鄰居可以要求 過程中要上來檢查嗎 因為簽完之後 他其實多建了好幾間廁所 其實他可不可以要求 這件事情是他也沒得要求 應該不行吧 但是這個東西是 屋主可以釋出的善意 就如果你擔心的話 過程中 可以來看一下 你反而還可以邀請他 因為公寓大廈管理辦法 你的地板是他的天花 所以其實這是共有 而且樓板很薄 對很薄 所以你裝什麼孔 其實是有侵犯到他 但是我們一般都做地配啦 如果地配就不影響到他 我們在建築法規又走簡樁 基本上外牆上面所有的東西 你不能動 只能按照始造圖 這個樓板上面所有的東西 RC層的東西 通通都不能動 什麼開孔都不行 動的全部都要違規 所以其實排水 我們都是走在自己 才需要墊高 需要墊高就會有載重 啊這建築法規就很長了 要算一下 日收通風採光載重 還逃生動線 很多 不比創業這個 從頭到尾就是做隔間套房 你們一開始的歷史 大概一開始幾乎都是啦 現在大概一半一半 我們有一半也是接一些住家裝修 還有那個老屋翻新 豪哥比較厲害啊 因為在我們做隔間套房 其實都是老房子的 一定的啊 誰會買一個兩三千萬的房子 我跟你講難講 我跟你講有台中電話打來說 他要七期的房子 說要隔七套啊 我就說那一家 不要急 誰買豪宅隔套啦 我之前在那個 我們高雄一個建國路 他也是 陶貝也很小耶 他那個毛胚一百坪 室內一百坪 真的假的 他真的在隔 他想要隔套 我還是會遇到啦 他是貸款買 他也不是繼承 哎唷 投資喔 對啊 投資 他這樣子會有 就小耶 你要隔起來 你要租多少錢啊 我就簡單算給他聽 他算完 哦 那就算了 你看 真的就是 其實你在做的動作 我們也都會做 我們都會前面跟客人講 法規所有的問題 就是讓他這件事情好辦 要不然的話後面再來卡 好像投襲一半一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划不划算 客人會想像中 可能還覺得還多好多好 可能網路上渲染來講 因為我們有做代書館嘛 所以 當他給我們這個案件要做的時候 這一區的租金 我就先估出來給他了 行情 因為我們附近有做代書館 譬如說我們在民生東路 啊我可以抓南京東路 慶城街附近的 行情直接拉過來 大概差不多就對了 可以看 而且我們是實際成交數字啦 等於是我們有租金實價登錄給他看 那這樣的話他自己算一算 還比較清楚說 自己到底值不值得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好 就不是用小片耶 好像硬把你先騙進來 我們先講好 然後你覺得可以 那我們就乘桌來做 而且其實每一個在做投資的 不管是說資產型啦 還是說他是小白 還是說他是比較小資 不管怎樣 大家都希望說我起點就知道我怎麼贏 那這樣的話就是找一個夠專業的公司 評估有一個完整的賞品 包括怎麼合法 怎麼法規 要花多久時間 怎麼收租 收多少錢 有哪些風險 那這樣的話 屋主都很清楚的情況下 其實投資穩當是這樣來的啊 不是到處亂聽 所以像我們剛才聊天的時候 過程中我就知道 其實這是屬於一個資產型的 自己屋主是原本的 他不是貸款買的 這本來就他的房子 這個其實也發展歷史啦 以前2016年剛開業比較多 其實都投資客 我們接比較多都投資客 我們2016開始的 那時候都投資客買來 格套的 我們八成都投資客 現在因為房價太高 太高啊 對 以前 投資客美盒 我記得那個時候應該是 房價30坪以下 在板橋還30萬一坪以下 那個年代 現在都四五十啊 那美盒啊 除非他租金很高 租金再高那個幅度 沒有房價漲幅那麼多 比如說以前我們做這一種 2016做的時候 那個套房大概租一萬二 那現在大概可以租一萬五 就是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物件就對了 而且多了好幾張可以做啦 其實我覺得就是客戶找我們 我們會跟他分析所有的利弊 然後讓他去選擇他要或不要 對 那不要用騙的 而且我們就是有申請這個合法的許可嘛 竣工也報合法 對 所以其實客戶的行李就有一個底 他不是偷雞摸口 他是一個合法的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做裝修跟代書館 我們是很單純的乙方公司啦 客戶就是甲方 就是老闆 老闆最喜歡的事情就是你日行透明給我 然後讓我ABC做個 你選擇就對了 你不要跟我拉一拉扎講一堆 所以呢我們就是給他說 我們今天可以怎麼隔 可以隔成怎樣 然後怎麼混搭ABC方案 椅子差不多就像這樣 所以這樣比較方便 我剛才也跟那個小林聊過了 像那個就連隔肩牆這個東西 我們也是有白磚石膏磚 潮地磚 甚至是親直隔肩牆 就讓客戶自己去選 包括呢今天這個地板 他也可以拋光石銀磚 也可以石塑地板 也可以塑膠地板 要整個鋪木地板也可以 沒人怎麼做 這邊旁邊系統櫃也可以做 也可以買線程 也可以不用兩層 不用做這些照片 我們做這個案件 其實也是室內裝修 所以其實他跟室內裝修的案件 通通都一樣 還是圖面 還是要選材選料 還是要設計 還是要把風格帶上來 現在好像蠻流行就是這種風格化的套房 好像他的出租率好像比較高 我覺得是時代流行啦 以前那種出租的邏輯 就好像說有一個東西 那就是不好賣 或者是賣的話單價比較高 那就是切四份賣比較便宜 那現在大家會看到說 手機的肉比較漂亮 車肉比較漂亮 車內裝有沒有 現在很豪華 3C都變得很高級 所以其實我們居住裡面的品質 也稍微要提升 其實是消費者的sense變好了 覺得是耶 對 而且消費者的意識變得很強 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要住安全一點 他們看得懂防火建材耶 真的喔 有啊 因為我們也有 房客室內設計師 會計師律師都有 所以他們的資訊相對是對等 不是靠房東跟你親切好好的 其實說真的 現在網路什麼都可以估得到 你細酸蓋板 什麼材質 什麼國家 然後多少錢 他通常都知道 所以其實現在在做生意 本來就是很透明啦 對 房客房東都透明的話 其實我們比較好做事 要不然他瞞得了 意識瞞不了後面 所以你看 像那個富餅創業 你看他們在幫客戶規劃 沙發 船啊 那個冰箱 洗手機 這都必備 這個有一點像是 你就是一個包包進來 就可以開住 你不用再花腦筋去想說 還要買什麼布置 還要再添加什麼 有時候你這個冬臭 稀臭有沒有 倒倒耶 就是不像 其實 旅館有的東西 我們就是全部都有 但是我們供應出來的東西 就是說 看起來比較無印良品一點 不是那麼虛花奢華型的 然後第二個東西 就是比較耐久耐用 呼應風也是現在很流行的 然後耐久耐用一點之後 其實房東房客都省一點 那個你們算是比較好的 我們最近半年暫停 我們最近半年全部都改寫文章 我現在文章也沒有寫的 我現在都發了一些 爛梗辯 你們都 你們都在那邊 喔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黑迷速這樣會過 很懶的 這個這樣子都對嗎 那小事汽車一樣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的頻道 那對於這個合法隔間套房 如果你是住在雙北的朋友們 有興趣的話 可以Google我們這個 富品創意室內設計 對 Facebook 富品創意室內設計 那電話在這邊 請大家就可以 有電話碼 有有有有 好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有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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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